三层三层 一层的打靶 每人一个弹匣子弹六发 我是一个军械士负责单位打靶训练 点弹药收弹壳 装弹匣和枪支管理 你们打完吧 弹壳就放到那边空的弹药箱 一般来说 靶柱会在旁边战战兢兢地等着接弹壳 基本上很难漏掉 但一趟靶场下来 总是有几个天兵 停等一下 你刚丢几颗 我六颗 错 明明少一颗你蒙我 我没有啊 我都有完早规定 不可能你来看 这是你刚刚丢进去弹壳 我一颗颗的给你捡出来 12345 你看少一颗 士兵一下脸绿 对这是我的超能力 我光靠听声音 就知道你丢了几颗进去 我向你保证 少一颗 禁价三天 少两颗 你连掌身界一只 但可少三颗 你跟你们的连掌和营掌 通通去师部 立正手贴好 孔子说 不交而杀位之虐 所以我一向 善尽告知之义务 你要不要再回去 检查一遍 你就是把整座靶场都翻过来 也要给我把弹壳找出来 听着我的怒吼 士兵亮呛脚步 跑回去翻找弹壳 最后总算找到了那一发 吊在草丛的边沟里 看吧 不是找不到 是懒得找 还有你看什么看 我继续对于下的士兵大喊 点弹药 搅弹壳 打完把回到住地 我来到了主观办公室 这里是哪个单位 我就不说了 但有一句话 在心里憋很久 我今天一定要说 老大 我破冬了 该找交班了 这位就是我的单位主观 官拜上位 人不坏 但很黑 当过兵的应该都知道 我其实不是说 他的皮肤黑 而是他在比他位阶更高的 长官眼里 是黑到发亮的那种黑 破冬不及 等你破百再来看看 踢皮球 他总算学会了 真是 那我的业务会衔接不上哦 你没忘记吧 你可是在国防部长 当任里面问你 单位有几把步枪 多少子弹 会大声回答 我不知道的那个人 那个 我们总统姓什么 老大吞吞吐 吐姓赖 绰号呢 赖皮 近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房地产泡沫破裂 国外金主纷纷出走 等一下 你跟我讲 军武天战的开场白 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如果万一解放军打了过来 总统就会牵强制流营 那你也就可以不用找交扒了 干 你这是在开玩笑吗 你现在知道 这个人为什么会黑了吧 别紧张 我只是说说而已 说说 强制流营 可不是可以随便 开轮下的事情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一定学孤老 帮解放军开城门 总之 我话是带到了 但现在 我得忍耐 我告诉自己 人一下风平浪静 退伍后海阔天空 人说越到退伍的时间 八字就越轻 越容易整台翻车 红重秋水 你知道吧 退伍前三天 因为得罪单位主管管 最后被关禁必虐死 我一定不能走上这条路 我要平安退伍 老大讲是这样讲 但他心生我是知道的 他是舍不得我走 毕竟是一路相挺过来 虽然如此 但我心中还是愚弄伪消 走到安关桌前大声道 下来两个弹药公差 除了单位主管外 我们军械室头上还有 一个专门拐业务的 军械弹药官 他会负责点收 我们玩把后的空弹壳脚固 还有就是不定时 下来督导业务 对 就是保养记录卡 将之清点记录册 一般对军械室的偏见 就是你再操 我再爽 啊不然你来接业务 你要不要大家都在睡觉 就你一个人在军械室点枪 基地测考的时候 你不仅要会被准则 和基本协行量 演习季节到了 三不五时 会被禁价管修 告诉你 想在军中生存 靠的不是战绩 是业务 你跟我上宫一天我保证 你光写保表 就可以写到手断掉 谁都可以讲军械 只有这个人不能讲 他是谁 他是我顶头的军械官 老油条了 你只要吐一口苦水 马上他就可以 排山倒海地回给你 你说军械是盲 那我很轻松咯 哎 我要管整个诗 十几个连多出的战车炮 火箭筒榴弹枪 你帮我管 帮你管 干我屁事 你们司令部参谋爽 上下班还有散步驾干 我这他弄完还要回去战上 这要比谁爽吗 哎 你走什么走 我弹壳 缴完业务看完 还有什么事 你请我喝真奶 喝真奶 屁了上头要你们进教室 上安全教育 哈 翔爽一下的机会没了 又是哪个单位出师了 所谓的安全教育 就像每星期四上的 举光日一样 一堆长官轮番上阵 宣达正立 所不同的是 他是不定期举办 而且没什么营养 又不能打瞌睡 上课的每个人都要签名 据说这是给立委诸公看 代表上头长官都有在关心这件事 会是什么事 扫弹壳 无纳跟吊枪 吊枪机相比 都只是小儿科 今天一来就上课 听说是美部的一个弹药库炸了 说实话 台湾弹药会自爆 早就不是什么新闻 大多数的意外 只要没出人命 都可以很技巧地被压下来 但这次爆炸 酿成酒伤 两人伤势严重 伤势严重 多严重 课堂上其他单位的军械室 再窃窃私语 其中两人手被炸断截肢 此话一出 大家议论纷纷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我自己手 接下来 长官的陈枪烂调 就不容我赘述了 反正就是 搬运弹药期间 不可吸闹 严禁烟火 所有人员 都要穿戴防弹背心灭火器 要就近摆放 你长官当我们底下军械室 都白痴吗 长官又说了 本次案件毫无疏失情事 可说纯属意外 好极了 推给了意外 爆炸原因是因为弹药处放过久 加上库房过于老旧 才会引起爆炸 所以你们早就知道 待要过久 那为什么不销毁 库房老旧 那为什么不修缮 这样可以叫意外吗 我回想几多年前 某单位的军械室 冲着长官大吼 为什么要捡蛋壳 蛋壳捡回来能用吗 只见台上的那个长官 致是地回答 因为1948年那个时候 美国禁止我中华民国打共匪 军员只给步枪 不给子弹 所以国军才养成 回收弹壳的习惯 当我没上过网 没看过天战 有错怪老美 那为什么不说老蒋拿人军援 却反过头 去到达杜鲁门一把 我要是杜鲁门 我搞不好连枪都不给你 但说到底 那个人为什么那么气 下了课 听旁边的童鸁说 才知道 他的一个好朋友 当把柱捡蛋壳时 被天兵开枪打死了 怎么会 他不知道青枪纹在捡吗 意外果然又推给了意外 唉 这么危险 我们军械室居然没有加给 这次不知道 是长官良心发现还是怎么地 下午大队军械士 被拉去了故宫看展 这什么跟什么 我告诉你 你完全不能理解 这些长官的想法 只能猜不知道 是哪个业务参谋 出的搜主意 对搜主意 看着橱窗里的 中国文物奇怪 绿党不是抗中宝台吗 为什么 我们要舍命 护着中国文艺 导览员一旁 口墨横飞的解释为 保存文物 所有库房都安装 横温横湿空调设备 照明也都没有紫外线 等一下 国宝会爆炸吗 不会对吧 但是过期的弹药会 这样的设备 不是该装在我们的弹药库吗 也许该在我退伍肯谈的时候 提出来 再笑看那些官员如何扭曲的脸 向我解释 但现在参访完毕 该回员单位了 一回到安关桌前 安全是官煞有介事的 在我耳边说 老大找你 一像我这样的老鸟 从安关说话的态度语气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分辨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 这次我完全看不出来怎么了 安关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让我心中犯一阵嘀咕 再回头一看 怎么大家都一副看好戏的脸 报告 进来 即使是身为老鸟了 我该有的礼仪还是有 一进门 老大开心地说 你要的交班 我帮你找到了 什么我有徒弟了 这个这个是凶不 喂 搞什么 老大你这个 你找个女的来接军械室 有没有搞错 别看我这样 我可是个女汉子 女汉子 扛弹箱 你行吗 端步枪能多久 你拉得动 古灵机枪的枪击吗 干 我还没看到脸扭曲的长官 但现在我自己的脸 一定扭曲到不成浪子 不要就拉倒 那个辅导长 也在找正战士交班 行嘞 好收 我收 当军械是真的悲哀 果然 人尽退伍 八子变轻 谁不知道在军队里 男生是草 女生是宝 学长 学长 我义务要从哪一部分 学起学长 不要叫我学长 要叫我师父 为什么要叫师父 因为在军中 有酒师先生转 有事 弟子扶其劳 有酒师啊 等一下 为什么你有真奶 真奶 那个军械官请我喝的 果然老油条 出手真快 还有别单位的军械士 也请了我喝真奶 若师父 我喝不完这杯给 你叫我什么 师父啊 再叫一次 师父 爱中鱼 终于让我等到了有人叫我师父了 不行 我要保护我的徒弟 业务先别管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男生都是猪 我知道 但师父不是 咦 如此可叫 那 九一步枪斜行量 五百 基本配付量 一百五十 日不给量 八十四 那单兵个人配付 长弹侠五个 每侠三十发 甲车兵配付 短弹侠五个 每侠二十发 我不得不承认 对他刮目相看 能将基准表辈到位 不要说军械官了 其他单位的那堆猪 里面会背的 我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所以 女军械是 我徒弟为什么从军呢 先前就读普通高中 因考量家中经济儿 看来大家情况都差不多 练高中的时候 我有参加过军歌比赛 校庆时也会踢正步进场 所以是有落实军训教育的高中 还有还有 我高中时期有参加过挑战营营队 毕业后就报考军校了 大概这样子 他是个好孩子 但是只小白兔 对军队的事物不是一无所知 但还不知道军械师的水其实很深 目前台湾已经少子放外面的餐厅旅店 都招不到人 所以军队里的业务也已经不分性别 我也没什么好挑的 他们这一踢的新进士官兵会被编成一个集训队 先下放到营队里熟悉相关业务 之后再实施签证测验 之前为什么没注意到他呢 因为在军中女生跟男生的设施是分开的 规划上他们有独立的警示 交一厅预测与晒一间 但为什么你要选军线 因为连长说这位置有缺然后就 就傻傻 挨针小白兔 那那我现在该跟他说实话吗 在军中除了薪水与甲当外 其他都是假的 等一下 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我就要破百了 在军中除了薪水与甲当外 在军中除了薪水与甲当外 在军中除了薪水与甲当外